包括我们说大家对英语的这种变化 80年代是那样的一个起乎 90年代变成一个充满了平等 各种寻找机会这种狂热的时代 2000年之后这种东西又发生转变 我们又入了WTO又开始办了 其实大家对英语的态度没有改变 但是就是80年代大家英语水平都很低 90年代大家是追求出国 也不是追求英语水平 90年代的英语学习分成两种人 一种人就是要出国的 一种人就是要在工作中 要到外企去 到了2000年以后 成人学英语的热情反而下降了 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的成人 一个是英语水平开始提高了 第二个是从初中高中开始英语教学 到大学英语教学加强了 当时四六级考研 第三个就是学生发现工作的机会 不仅仅是去外企了 对本部起也兴起了 创业公司 自己干活 等等公务员 发现这个东西英语水平 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强制的刚性需求 英语就变成了一个 华向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就是说青少年的英语培训 是从2000年开始 就是猛然兴起的 很多家长突然意识到了 我的孩子未来是要出国 或者说我的孩子未来考大学的话 我的孩子英语必须要好 像北京上海就从一年纪就开始了 就这个变化特别明显 青少年的英语学习就一如既往的火热 越来越热 现在英东方这种收入比例来讲 青少年这部分占多少 那部分已经占到百分之六七十了 对你来说英语是 比如说我们刚刚跟徐老师聊天 就很强的感觉 你看他一方面在翻译乔伊斯 翻译王尔德 就英语是一个那种文明的那种连接 对你来说英语是什么感觉 英语后来变成了我一个赚钱的工具了 那会不会那种 对自己这个培训的这种本身的怀疑 我也就是 会经常怀疑是吗 其实因为怀疑 所以反而我做新东方做的不是那么带劲 你知道吗 来 这件事情就是应该这么说 它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毕竟在帮助成全新东方 一年三百万学生在这 帮助上百万的学生 因为新东方的老师的辅导 他们的在班内的成绩变得更好 你不能说这些是没有意义 那某人是不是也加固了我们并不喜欢 那一套应试系统 或多或少就是说 但是我做的事情也不是坏事 为什么呢 你看想要出国的孩子通过我们的培训 他上了国外更好的大学 是吧 那么想要上大学的孩子通过我们的培训 他上了中国更好的大学 而我对新东方老师要求 就是尽量培养孩子的自学能力 只要他跟上了 如果没有新东方老师辅导 他依然能够跟上 我觉得只有新东方的成功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做的事情不伟大 也不是坏事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 因为我是这么认为的 城市孩子上不了大学 对城市孩子影响不是那么大 他有很多的别的机会 可以出国 是吧 还可以就说 就说 父母帮他们解决别的办法 但是农村孩子上不了大学 其实他就变成一辈子农民了 你是不是对这种平等 对这种公平是非常的 我是挺在意的 对 非常在意 挺在意的 很大的驱动力 对对对 所以呢 这个是我的部分以上 是我的教育理想 一点都不宏大 因为宏大的教育理想 都是要做全人教育啊 什么就是数字教育啊 就是说 把中国孩子培养成世界的精英人物 我觉得 基本上就是说 我现在我更多的经历 自己已经倾斜到了 就是农村 我怎么样把新东方的教育资源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覆盖到更多的农村孩子 这件事情 也许别人不一定愿意去做 也不一定谢于去做 而我有能力调动这样的资源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心情去做 也许反而就是 是有点意义的事情 当然思考归思考 要做起来 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因为现实太复杂 太麻烦了 就 不太好说了 就是现在的农村呢 出现的问题 比较麻烦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 农村是不是会进一步空心化的问题 就我们小时候的农村是很热闹的 那是一个很温馨的场所 你知道吗 农忙的时候的热闹 农忙以后的庆祝 过节的时候的互相亲戚走来走去 小朋友在打鼓肠上 打打闹闹 你现在在农村地区已经看不到一个像我们小时那样的那种兴旺的农村景象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大量的农村小学国家造了很好的校舍 当时造的校舍一般能容纳300人到500人一个大的村小嘛 结果现在通常只有80人到100人在里面上学 为什么 那个并不是这个村庄的人数减少了 村庄里面的户口还都在这 宅基地还都在这 搬到省城地级市县城去了 还有镇里面 现在镇里面的小学一般都是满的 到了县城的小学和初中那就满得不得了 它这里面一系列的这个反应 国家的这个教育经费是根据升军不款的 如果这个学校是300人的话 根据300个学生的升军不款 这个学校冬天的供暖费啊什么电费啊什么都是够的 那现在降成了比如说100人 少了200人的升军不款 它还要维持那个校园 去到冬天取暖费没了 我去支持了两个学校给他们装了电暖炉 因为不允许烧煤 烧煤污染环境 那我电暖炉它不开 我说为什么不开 那么一开就一个一个冬天就是4万块钱的电费啊 我们没这个钱 所以我就说那我每年给你4万块钱电费吧 但是你这个能弄几个学校啊 弄不了几个学校 所以这个中国农村发展怎么变革的问题 孩子教育问题怎么解决 公平性怎么解决问题 反正我还没想出头绪 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 没事有事就会在我脑袋中赚的 这现在想最多的一个 算是有意无意想的比较多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天天到农村去考察什么的 我一年也就最多走两三次啊 我今年冬天还要到农村去走一圈 我就是在 就很多问题是短时间的很难变过来 在这个社会变迁过程中 你是个人是解决不了的 你这么爱北大 被北大驱逐那一天是不是非常的 其实也 北大也没有驱逐啊 就是我85年了又在北大 8687年到88年 我一直很悠闲的过着读书的 教教学生 反正学生爱来上课不来上课 都跟我没啥关系 基本上北大的风格不就这样吗 突然发现周围的同学朋友都开始出国了 第一个offer是谁 是哪一个 第一个offer是 Ohio State University 他给了我两万美元的 那个就是奖学金 就说 就剩下一万就得你自己想办法了 我还真是到处借钱 根本就借不到 谁借我那么多钱 以前必是英雄汉 反正他现在也不给我发钱和奖学金 那我就干脆自己去赚这个钱呗 反正我就在北大的应该是在42楼 还是就一楼 那个拐角那个 不知道这42楼 对对对 但那个大楼的每一个楼的拐角 不有一个活动室吗 那个活动室是不做学生的 里面放个大电视机什么的 我就向那个这个拐楼的人 租了一个小活动室 活动室里放上二三十张客座椅 就让这个就在北大里面 无证经营 因为我本身其实平时在班内的时候 就说正式的北大班 我也给他们讲 为什么呢 因为这帮孩子不少都要出国 我说你们学这个贩毒有啥意思 22篇课文 讲22个礼拜 你们的智商和情商 哪需要我讲22 我说20篇课文 我用三到四堂个给你们全部讲完 讲完剩下来的 我说我就给你们讲拓夫算了 所以北大的第一批考到拓夫高分 并向到国外去留学的 都是我的选择 对 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个经验 移到了收费班 还是在北大 大部分还是北大学生 但是已经有外面的 听说的也进来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 就是北大处分我的一个由头 因为北大突然发现 有人从北大的 自己开的拓夫班里面 退班了 跑到我那来上课 等于我侵害了那些 在英语系绊班的那几个人的利益 那当时北大给了我一个行政纪国处分 叫做 还把我的这个处分通告 贴在北大的储厂里面 贴了一个月 大喇叭 当时北大的那个大喇叭 拨了真正一个礼拜的处分通告 那我就出去 我一边出去 就是说这样我可以自己继续开白 赚足够的钱 到最后钱够了 我就到美国去留学 我留学 如果我正拿到博士学位来回来 你给它 我再来也不晚 其实当时我出国的钱已经有了 但是呢被钱迷了心窍了 我觉得这么好赚的钱 我干嘛那么快放弃呢 我就继续再干一两年 再说呗 当时特别有意思 我跟我老婆说 你看我们干到30万 就可以洗手不干了 因为30万当时换这美元的话 就四五万美元了嘛 那到美国去留学足够了 没想到到了30万呢 就是我们一合计就说 那干到100万吧 既然那么好赚钱 干到100万吧 干到100万了 也什么都放手 对 就是是一个典型的 把自己从输灾生活 回到现实生活 并且变成商人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分界线 我们可以帮你走两步吧 可以啊 可以啊 当年这里面的荷尔蒙弥漫啊 这么多年轻人 是吧 哇 这个好像又在做什么东西 所以你们办公室是两边是吧 当时 当时应该是从这儿 你看 有说这个门进去 这样就变成工人柱 上面能进去吗 可以可以 打开了 可以进 连这个灯都没放进 原来我们在的时候 给它赚了不少钱的 现在菜地没了 可以可以的 应该看不到 被封起来了 对 下去吧 这个地方已经弄成这样了 哎呀 开心 开心 说这个礼堂 至少走出去了一两万 中国的留学生 到美国的名牌高校去读书 就在这儿办公 晚上就在礼堂的 一千多人 进两千人的座位里面 给所有的学生上课 对于厉害的时候 大概能上到十二个小时的课 哇 就北大 北大 北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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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的课量 我大概两天就能上完 是不是世界范围里的英语学习 没有像中国 像新东华这种方式 全世界范围里面 有相似的 至少当初是没有的 因为当时 我九一年出来以后呢 我用的第一批老师 全是北大的我的同事 因为英文水平好 是吧 也不需要培训 但是后来 其实过了半年不到 这批同事就全部被学生给赶走了 不是这些老师的英语水平不行 而是他们就是不能符合学生的 本身的就是学习需求 因为这些学生来呢 就希望以最快最短的时间 能考出最好的分数 也就是说本质上来说 他们来不是为了真正的提高英语水平 对 他们都是为了提高考试水平 嗯 刚才我觉得在礼堂 也有点像当年那种19世纪中叶旧金山那种感觉 当年那些go rush 然后你是给当时做基础服务的 对 有点那个感觉 那种历史的特定语境不可复制了 不可复制了 自己有意无意的参与了一个历史时期 10点 对 10点 10点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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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年十月份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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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